嘿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郭宇浩,欢迎来到芭蕾世界 今天我们说一个端腱的问题 上芭蕾课的时候,你的肩经常会端起来 老师就会说,把肩膀放下来 那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肩膀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后背的肩胛骨上 我们肩膀所有的运动,手臂的所有的运动 都是靠我们的肩胛骨来的 我们的肩胛骨把它想象成 我的右手像一个三角形的骨头 我的左手就是我们的肋骨胸腔 肩胛骨就是这样贴着肋骨这样平行的运转 上下前后左右 它可以向所有的方向运转 所以说我们的手臂还有肩膀的运动范围是非常广的 所以说以后老师说 你的肩膀如果放下来 一定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肩胛骨上 然后往下往里靠近脊椎的地方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请搜索我行我素巴雷马斯的秘密这本书 这本书您可以在芭蕾世界官方平台找到 谢谢您